阿尔茨海膜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 最近收到这么一条留言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学界 这么多研究人员几十年都在探寻这个问题 目前好像是找到答案了 主要的推测就是认为阿尔茨海膜病的病因 是淀粉样蛋白的逐步成绩达到了一定的量 然后引发下游的问题 造成了脑萎缩 神经元的死亡 然后再造成了记忆力的下降 为什么有的人会出现淀粉样蛋白的成绩 那主要原因是基因 就一部分人本来淀粉样蛋白不会成绩的 但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 以及基因的一些问题开始出现了成绩 还有一些后天的影响因素 影响了这个成绩的速度 比如说这个缺乏运动 比如说有三高问题等等 就会加速这个过程 而且目前有一些针对于淀粉样蛋白的药物 能够把它清除掉 发现的确能够一定程度的减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所以这是目前整个学界探索出来 推测的很可能的一个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假说 只不过其他的假说可能发展的 目前都没有淀粉样蛋白假说这么完善 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疾病 基因部分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 就是说你更加容易成绩 或者更加不容易成绩 这个生下来就已经决定好了的 而且年龄也是不能决定的 就是你到了那个年龄就是这么大了 就是容易发生淀粉样蛋白成绩 这个也是没法改变的 所以我们改变的还是后天的生活方式 就是虽然成绩大家 有的人注定会发生 但是有的人发生的快 有的人发生的慢 而且有试检研究表明 有很多的人 淀粉样蛋白成绩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而且达到很高的量了 但是中期一生没有发生阿尔塞浦病 有几种原因 一个就是他的后天生活习惯非常的好 所以他淀粉样蛋白成绩的速度非常慢 虽然比较高 就好像一个水坝水位非常的高 但是从头到尾水坝都没有炸掉 直到去世前 那还有一些原因呢 就是他的代船能力非常的强 即使呢这个水坝已经稍微被突破一点了 但是呢 他因为大脑的皮层炼得特别的厚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在中老年的时候 大脑刺激的非常的丰富 所以能够应付这种情况 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发生问题 好的那希望这一期的内容能够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说的一切再过五到十年都是错的 但目前看来应该是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好的我们下期见